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情致谢 重新开始 谢谢你们了 好 谢谢大家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土磊 欢迎电视机前和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参与节目评论 报名参加节目 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 谢谢你来了 官方抖音号和快手号 来 我们来认识一下三位老朋友 他们分别是心理专家百业仪 媒体评论人石属思 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璐 好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在这个家里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在家里做主的人 一直仗着老爸怕我而欺负他 大声吼他 直到知道了很多事情后 我才意识到我一直在欺负一个真正爱我的家人 所以我想来道歉 老爸 对不起 是我让你变得小心翼翼 掌声有请被制线人 徐家乡 您好 您好 您是哪里人 我是山东 山东 林仪 指南 托里 这个片子最后一句话说 老爸 对不起 是我让你变得小心翼翼 为什么小心翼翼啊 还小心 你还在做鼓子吧 不能和那个似的 对 各方面都小心 各方面都小心 对 不吭声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鞋子搞生气 不想激起家庭矛盾 是这意思吧 所以选择忍气吞声 掌声有请制线人 韩英 你好 你好 主人好 各位嘉宾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今天制线人 韩英 为什么老是吼公公啊 因为之前呢 就是家里的一个老房子 这个房子是我公公说 是我跟我老公的结婚的房子 我们那个地方山东那边就是 老人会给他的子女一套房子 不管老舅都会给子女一套结婚的房子 其实我也是接受那个房子 只是住了那个时间里边 发生的一些事情 让我没办法接受这样一套房子 我觉得 就是我公公的 没有创造一个好的一个 这种环境 给到我老公和我 跟公公发生很多的争执 我跟他发过争 发生过争吵 骂过他 你对你亲爹是这样的吗 不是 我爸很厉害 很严厉 我不敢 那你气软怕硬吗 也有一点 你怕你爸怕到什么程度 他瞪眼睛 我就知道我做错事情 我会怕他 你公公会对你瞪眼睛吗 不会 那你对他瞪眼睛吗 那算是瞪眼睛吧 就是我会生气地看着他 然后可能他会打出 你第一次与你公公见面的时候 你对公公的印象怎么样 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是2015年的年底 去他们家吃饭 全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家里和和气气的 然后我比较 可能有感触和惊讶的地方 就是家里的子女 会给父母夹菜 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很惊讶 因为我们家从来不会发生这个事情 就是我不会给我的爸妈夹菜 我的哥哥姐姐也不会 因为可能在我们家庭里边 就是比较严苛到那种 好像不可以做有些事情 也认为它不是一个 就是能做的事情吧 就是 给父母夹菜有什么不能做 也不是说不能做 就是他在我的小的时候的概念里边 就是我们是小辈 不可以给长辈做一些 可能不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这个以前是觉得不合适 但其实现在觉得是一件 很幸福的事情 所以第一次见公公的时候 觉得公公应该脾气不错 对 是吧 很温和 对子女们都挺好的 对 说话的话就是很平缓 大家的这种互动也很和气 后来你说结婚之后 公公给了你老家的一套房 是的 因为那个房子比较老旧 有它原有的一些问题 就是这个房子我们有产权证 但是有一部分是 那户人家呢就是没有拆 就是还站在我们 处地使用证的一个面积里边 这个已经有多少年的一个时间里边 不肯拆我呢 就是想跟我公公说去沟通 让他去拆掉这一部分 因为它是一个微房嘛 就是这个户人家其实没有户人住 他只有一个女儿 远嫁到日照去了 所以说我呢 就想去处理这个房子 因为这个房子实在让我觉得 没办法去居住 就你想翻修 对 我想翻修 那你为什么不去跟他谈 让他走呢 他那是一个卖一个大杂种吧 有个人是奔劳的 那些呢 就去到大地 就去处理这个事 我有点个人 我听自己在说 走这位置 不走人家 他是这个刀抢他 他有个窍呢 他坐在这个刀抢他 那那天的 我去这城 就为这个事呢 那天的喊得我不满意的 你是不好意思让人走是吧 不好意思 你是认为对方家里面可能没儿子 没儿子 所以你觉得你让人家走是欺负别人 对 我就不好意思 一不走一说 他吃的吃不一掌吗 我平时我的人 好想那个意思 我的人吃点苦 不能走一掌 所以你公共的这种宽厚被你认为是无能 对 在当时你认为他是无能 是的 矛盾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对 从2017年开始 17年 我呢 让他去沟通 他就是很敷衍我 每次可能说是去沟通 也可能是真的沟通 但是每次都无果 可能我就很生气 因为特别有一次很有印象 我跟他讲好 就是怎么去沟通 怎么去沟通 等我回家之后呢 他坐在饭桌上吃饭 我就问他 你们去沟通这个事情 沟通的怎么样 他跟我讲 哎 反正不太好处理 就是这个事情 就是又一想不了了之 我就很生气 我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去维护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 你不去找 你就是欺负我 我就觉得我自己很委屈 我自己的房子 我自己不能翻修 然后呢 他就 说实在不行 我们不要那块地了 那个地方被别人占 那块我不要了 是我们的 但我们不要了 我说我凭什么不要 我就很生气 我就说他 你要是不去找 你就显得我们家 我们家很无能 你很无能 你很软弱 人家瞧不起我们 你是直接对你公公这么说的吗 对 当时没有想的太多 而媳妇这样说你无能 你生气吗 生气 那你为什么不反驳 当时讲吧 我是真吃得很厉害 我呢 吃得我 该想很多什么 我就走了 吃醋了 吃醋或是第二天 或是飞飞 这个事情就是有点不对 你会跟那女生什么吃吗 我说来 就是不大面 你那会儿是 结婚多久了 我2016年的 4月一结婚 2017年的 5月5号 生的我的大儿子 那也就是说 那段时间你是在 老房子里休产假 是休产假 但是我其实是在 广州生的孩子 生完孩子一个月 就正好一个月 我回到老家 因为我的产假 大概有五六个月的 所以休产假的情况下 其实你对于 居住环境 是有一定要求 是的 要不然的话很难受 带着孩子呢 是的 到底有多糟糕啊 那房子 下雨的时候呢 那个水 就我们叫抗洪 特别到夏天的时候 那个水会倒灌 回到院子里 那个院子很小 就会水都会倒膝盖 而且有的时候 它直接会倒堂屋 对 这就是我的家 那确实没法住啊 确实没法住 得休啊 哎 那水屋吧 你能捆那 他也 赞二个都抢的 那那地给了别人吗 买啊 他那个那呢 不是 他那个那儿 用来钻 都抢的 按着他把他 嗯 那你就别在那儿修产架 您回广东 修产架就是了 就没事了吗 因为那时候 我还没有房子 其实 我就租房子 也比这条件好 想回老家 是因为 我想在老家 待一段时间 因为广州 只有我跟我婆婆 在这边 然后有很多家人 在山东 我的爸妈 我的兄弟姐妹 我想回山东 待一段时间 那是第一次回家 就是在家里 待那么久 当时我为什么 也接纳这个房子呢 就是我觉得 它破旧 没关系 因为是95年 见它那么破旧 也很正常 我偶尔在这里住 但是我2017年 因为休产架的时间 在家里住得久 我才发现 那文聪多得要命 那你就走 然后 怎么会矛盾再升级呢 后来 因为就是 我觉得那个房子 是我的吧 可能我就是不甘心 就是觉得 住在这么一个 很差的环境里边 所以后来这个矛盾 一直在持续吗 有的持续 其实有几年 我就不怎么回家 但是呢 我在2020年的时候 就是隔了三年 我又生了我的二儿子 你又跑那儿休产架 你也真是的 你哪户不开提哪户 你为什么老要 跑那儿休产架 因为广州没有 其实也是租的房子 可能缺乏一点家的温暖 觉得那山东 是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 是有家的温暖的地方 那你二胎 再去休产架的时候 那房子还没动 还没动 还是那个样子 其实更糟糕了 更糟糕了 因为17年的时候 你儿子 你就不想管他 他儿子 不是他亲儿子 对 其实我也是 跟我老公是高中同学 但是我跟我老公认识 好多年 我都不知道这个情况 你啥时候知道的 联系结婚的前一个月 知道的 我就跟我老公是 06年高中同学认识的 三年的高中同学 我知道我老公 很靠谱 很上进的一个人 但我不知道他家庭情况 2014年 因为我那时候 我很喜欢苹果手机 我就知道他去广东 深圳发展了大学毕业 我就让他帮我去香港 带购苹果手机 就联系的越来越多吧 正好那时候我们都 彼此都是单身 就是从那时候 你老公家几个孩子 我老公家四个孩子 三个女儿 一个儿子 就我老公最小的那个儿子 但是这个家庭 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家庭 多复杂 2016年9月份 我要结婚的时候 有一天我跟我二姐聊天 我说 为什么二姐 我老公还有你去姥姥家 大姐和三姐不去姥姥家 我二姐很刺激地 看着我 他问我 你不知道我们的家庭情况吗 我说家庭是什么情况 我不知道 不就三个姐姐吗 一个他吗 他说我弟弟真行 怎么不跟你说这些呢 就是好像可以隐瞒了一些事情 我二姐就告诉了 我的真实家庭情况 我老公和我的那个二姐 是我婆婆的孩子 我的公公和我婆婆 是一个组合的家庭 那我结婚 再早之前 我不知道 我老公也没告诉过我 你老公可真行 不是你亲儿子 是 当时是想要个男孩是吧 当时咱就我两个女儿 劝劝个老婆以后 一脑瓶死了 嗯 死了以后呢 你不是一字没找 到后厅找以后 带一个鬼女一个乐子 就在这 他当着你的面摔杯子 你受得了啊 那倒是了 你会是 背着哈 你会对你老公发脾气吗 会 有的时候我觉得 就是可能家庭环境 就是住宿环境 还没有我爸妈的 就是或我爷生态的一个家庭环境好的一个情况 我就会抱怨 就会跟他讲 可能是因为你爸不是你的亲生父亲 可能他就不像亲生父亲那样 一定会想着为儿子打拼一个好的房子住所 是这样的 你这样说 说得你老公好伤心啊 很伤心 哭过 所以你跟你公公的关系就越来越长 是的 我不跟他说话 我也不联系他 我们见面的时间呢 大多数在逢年过节 还有就是我回老家休产假 两个产假的时间就待得多一点 我就不怎么跟他讲话 有的时候也不想理他 而且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他很烦 比方说他很疼孩子 但是我要管我的儿子的时候 他会干涉我 比方说有一次我大儿子好像调皮 弄坏了什么东西 我就脾气比较暴躁一点 我就很生气 我拿了一根棍子 是晾一根木头的 然后我就拿着它要去打我儿子 但其实我当时的心态是吓唬我儿子 可能希望他下次乖一点 老实一点 我公公就管我 说孩子这么小 就是你打他干什么 他不准我打骂孩子 然后我内心来讲 我也是很生气 我管我的儿子 管你啥事 你说什么了呢 就是我说 我管我儿子 你管干什么 你的潜台词是什么 就是你不是 你又不是亲爷爷 你这话好伤人 你不能因为一个老人老实 宽厚 你就对他这样 你真是吃软怕硬 对他自己爹可不敢 其实这个方式 完全可以用法律的方式解决 其实可以用法律的 但是还是挨于面子 你知道有一年 我就是为了证明 我们是合法合规的 我带他去见过律师 咨询了这个房子 前前后后的一些事情 人律师也告诉了 你要怎么去做 比如说去找证人证言 等一系列的工作要去做 但是我告诉他 跟他都讲好了 他也好像真真地听明白了 也觉得我要去弄这个东西 但回到老家 又不管不问 又把这个事情搁置了 我就很生气 我都很奇怪 为什么你自己不能去呢 因为这个房子不是我的名字 你可以作为他的代理人去 还有一部分可能也 因为我要在广州工作 你拉倒吧 是你自己也不敢去谈 不好意思去谈 也有一部分 你就老是拿老头子往前冲 也有一部分 老是说的对 因为我在这个村子里 生活的时间很短 我都连人我都认不清 所以说也碍于面子 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一个已经在广东打工 那么多年的人 那么在乎家里的五间瓦房 还是那么破的瓦房 你真的是在跟房子较劲吗 还是说你在跟他较劲 你是觉得他不重视你这个家庭 重视你老公和你爸 你是较这个劲吧 是的 是这样子的 因为后来我也经过 也努力打拼 在2019年在广州买了房子 老徐 老徐 而媳妇一天到晚这样对你 你记恨他吗 也记恨 也记恨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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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不认识 跟我做计较 然后你说卖呢 他不会去卖 因为那是他的根 只有那个房子 你天天在要他的根 对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对公公 开始转变印象 因为可能是从去年吧 去年 2022年差不多这个时间 可能也因为疫情 也是有一些影响 我和我老公的收入 都是有一些影响吧 就是手头真的很紧 这个时间我儿子交 学费也交不起 加上以前买的保险 他出生的时候 买过一份 也交不起 当时还差一万块钱 我跟我婆婆 讲了一下我的困难 我不敢 我不好意思 其实不敢 好意思跟我公公要钱 我从来也没管 他要过钱 我也不好意思要 然后就我婆婆呢 他就跟我公公说了一下 我手头比较紧 其实他手里没有钱 但是他打工嘛 他一直在挂逆子 他六七十了 他一直在干活 直到今年过半年 他跟我来广州 他不做这个挂逆子的工作 挂逆子是一个挺繁重的事情 很辛苦 70了 71了 71了还挂逆子 还爬楼梯呢 咋了公公给你钱了 给他一万块钱 结了我燃眉之急 刮逆子怎么算钱的呀 有时候来平房 有时候来义乌 你还不说夸那么一个平房 或者咋是热义 有时候再来义乌 你也用了我吧 我这里干钱 在一家要你啥杯 或者要你热杯 早就这样去 一万块钱要挣多久啊 两个多月 两个多月 你抽烟吗 抽 喝酒吗 不喝牛 不喝酒 喝牛还少喝 你抽多少钱一包的烟 提不饿 在老家来说 提不饿的烟 你怎么舍得把一万块钱 多给他呢 那怎么 我这个留着谁啊 你看哪是鬼的吧 她是没有份的 我都知道真热的 应该 你怎么好意思接 我二姐转给我的 当时其实 接了这个钱吧 也是从那一刻可能 感觉有时候自己也挺过分的 对老爸 还是钱好啊 就是他 钱能让一个人反省自己 解决了人没知己 去生的时候 一分钱 真的是难倒 阴行汉了吧 因为毕竟我 为什么 不去再去借钱 我的生活压力比较大 因为2019年 买房子的时候呢 我都是借款 贷款 我当时的首付款 也是跟经纪朋友借 到现在其实也还没花完 这就是为什么 不再借钱 不想借管老爸要钱 因为知道他也应该 没多少钱 但我没想到 他能拿出这一万块钱 虽然老公不是亲生的 那公公对这儿子好吗 好 其实我之前跟我老公抱怨 我说老爸可能是 因为不是你的亲爸 可能他就没有那么 尽心尽力地去 要回这个房子 我们可以翻新他 我跟我老公抱怨的时候 我老公很生气 他可能宁可 就是我没有媳妇 我不要这种媳妇 我也要老爸老妈 就是因为他爸妈不容易 而且老爸对我老公特别好 我老公跟我讲过 说他上学的时候 上大二的时候 他特别想要一台电脑 家里卖花生米一年的收入 一年的花生米 可能给得个五六亩吧 一年的这个收入 只有五千块钱 他拿了四千八 给我老公买了一台电脑 还有一年 就是因为那年 可能我老公手啊耳朵啊 因为北方比较冷嘛 都冻伤了 过年的时候 他可能说他想要一个羽绒服 家里只有两千块钱 准备过年 因为家里人口也比较多 但是我公公还是拿了一万一千块钱 给我老公买了一个羽绒服 那也是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个羽绒服 因为像我们上学都是 离家比较远 因为是村子里的 可能要到乡镇县城去上学 像我那时候我爸妈很忙 都没有时间给我送太多的饭 但我公公对我老公特别好 我老公讲 风里来雨里去 每周两次送饭 你以前怎么不想这事 你骂你公公无能的时候 怎么不想这事 那时候可能太无知 太年轻 被房子蒙了眼 也有一些 加上可能我的性格和这种体性 有点导致的吧 就是我呢 是家里最小的 然后哥哥姐姐 其实也是很绕着我 爸妈也是绕着我的 你公公跟婆婆是再婚的吗 再婚的 那他们感情好吗 婆婆也跟我公公感情很好 我要是在我婆婆面前 说她对我们的这个房子的事情不上心 对我们的家庭的付出可能太少的时候 我婆婆也会生气 也会生我的气 就是说 她其实真的付出了很多 我婆婆会讲 对她的好 就是 我公公不管赚多少钱 赚多赚少 都是给我婆婆的 让我婆婆 就是买她想买的东西呀 穿的呀 用的呀 因为我婆婆是比较 也有点特殊 她只有1米57的个子 但她有186斤 她是穿不了普通尺码的衣服 其实在网上都很难买得到她的尺码 她要定做衣服 她自己比较喜欢穿新衣服 她每年要自己定做四茬的衣服 我公公从来不会说她 就乱花钱这些问题 后来你公公跟你一起生活了是吧 对 就是我把她接过来这里 跟我一起生活 好 我们来听听三位老师 韩英 在你不懂她的时候 在别人不懂她的时候 觉得公公是软弱的窝囊的 但是当真正开始懂她的时候 你会觉得她是温柔的 她是温暖的 我觉得反而生活在大城市的你 处在这么紧绷的一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的你 包括我们很多人 有时候特别特别的需要 像公公这样 很传统的 可能被人很多遗忘了的 那些温柔和宽厚 那些慢一点和那些放下 为什么你今天可以坐在这里 是因为她用她的温柔 把你给软化了 其实她教了你一课 非常宝贵的一课 就是你如果对这个世界温柔一点 那么这个世界回馈给你的 应该也更多的是温柔和温暖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重要 我也希望你能把这些继续给你的孩子们 谢谢你们来了 希望公公身体健康 谢谢 希望你们全家都幸福 谢谢 其实韩英对男性的情感是特别的复杂的 你看你刚才在台上跟陀佑老师说了一句话 你说你不太敢当着你丈夫的面去说你公公 这个说明什么 对于有力量的男性权威的一个内在的恐惧和屈从 你不敢真的在一个有权威的男性力量面前去表达你真实的一种情感和情绪 这是一种屈从性 但是你的内在又有对于男性的一种权威的一种不满 所以这个不满你就把它投放到跟公公的关系当中 因为它不具备你所认为的那种力量 因为它很柔和 所以我想这个依然是可能跟你跟你爸爸的情感关系是有关的 所以这是一场和解 和自己公公的和解 和自己内心爸爸的一个和解 你是一个被父爱一直萦绕着的女孩 只不过父爱从不完美 我们需要用一生去读懂 谢谢你们今天的到来 也希望你们在未来的生活当中能够家庭和睦 谢谢黄先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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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爱都源于真正的理解和尊重 如果你能够通过今天能够读懂一个爱你的公公 他的努力 他的权利以赴 或许你真的没有白来 你就会学会真正的心疼他 有时候我们只能做一件事 改变我们能改变的 接受我们必须去接受的 于是乎 我们因为理解和尊重 读懂了更深沉的爱 人与人相处 除了法律 他还有理 除了理 他还有情 有时候我觉得一个家庭 很难用讲理 来完成情感的构建 对 所以非常感谢你的到来 你的到来特别重要 对你特别重要 当然对老徐也特别重要 老徐多好的 谢谢 所以我希望你们彼此善待 拥有更好的生活 好 谢谢 以你老公的名义 以你儿子的名义 好吧 好 谢谢你们的到来 谢谢 行吧 接下来有什么话对公公说 谢谢你来了 爸爸 我 这次来 谢谢你我来了 想尝试地跟您说一声 对不起 确实 因为我一直有 对你产生很多的一些质疑 就是你 不爱我 我老公 不爱我们这个家 太爱你自己的面子 我可能太自私了 我之前没想到那么多 可能一直想 自己的一些优越感上吧 之前被照顾 被家 在我原生家庭里边 也是最小被照顾 来到这个家庭 我也是最小 被照顾的比较多 我就觉得 好像大家都应该让着我 都应该迁就我 我就在这个基础上 可能我就 就冒乎自我了 我也一直知道 我的不对 爸爸也知道 我现在真的想 改过 而且我现在也在转变 现在我也在 分担家务 我也在做饭 我希望我们的 以后在未来的日子 越来越好 我们全家人团结起来 把日子过得更好 谢谢老爸 来我们来看看 他送给公公的礼物 是什么 我给爸爸准备了一双鞋子 凉鞋 因为为什么准备的是凉鞋 因为爸爸要跟我在广州生活 广州夏天的时间比较久 我不想让他的脚太热 他天天穿布鞋 或者说穿拖鞋 我觉得想给他买一双 正式的鞋子 他总是不想要 我也借今天的机会 给他买一双鞋 送给他 也有几个寓意吧 我的这个公公 比我婆婆大11岁 他会讲一些 我陪伴你们的时间 会短一点 我不太愿意 听他说这种话 就是说 我希望穿上 我送给他的鞋子 他可以陪伴我们 更久一点 走更远的路 你们俩都挺好的 好吧 以后就是一句话 谁要敢欺负我公公 我跟他没完 好不好 好 谢谢你们 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 我太自私了 我也一直知道 我的不对 我希望我们 以后越来越好 好 如果你也有 对不起或感谢的话 想要诉说 也欢迎你来到这个舞台 分享你的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